李佳琛 被網民譽為是仙氣女神的李佳琛阿尼 18年,憑著無線劇集《BB來了勇奪事後》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他疑似捲入政治風波而被內地封殺 令事業停滯不前 另外,他在20年又與拍拖7年的陳炳傳分手 現在40歲的李佳琛只有爛桃花 還未有真命天子 事業與愛情一樣高急 據悉,李佳琛經過高人指點後 近年開始信佛,又默默行善積福 日前,東周刊發現 沒有化妝穿著一身素服的李佳琛 一個人去慈山寺誠心拜佛 當走過大紅寶殿時 他立刻雙手合拾 很誠心地對著佛像念念有詞 很久都不捨得走 接著,他又在外面的巨型觀音像下 順時針行了三個圈繞佛 藉此獲得加持和祝福 完成奇緣之後 李佳琛順便在寺內遊覽一番 期間有不少善信都認到他 還要求和他拍照集友 但李佳琛全程都笑容滿面,來者不拒 看來他的人氣仍然如此高 好、嗚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